我们都知道看待我们周围世界的方式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投影 所以我们追求幸福觉醒 可以通过用光和爱填充自我 然后让它放射出来进入和改变世界 令人遗憾的是人人都有一种防御机制 试图避免内心的那些阴影被挖掘出来 如果您选择忽视和躲避一部分事件 那么您可能会无法达到开明的状态 现在新时代的灵性教育过分依赖注重爱与光 当我们寻找或试图获得这种光时 我们本质如如追熟自己尾巴的蛇一样 您需要注意我们本身就是光 因为我们是意识体 意识就是能量 就是光 何时何地我们都是光 每个人的差别只是光的不同频率而已 当你拓展意识时 就会扩展光的频率 意识就在您的整个存在中 对自身的认识就像是一个光明放射的过程 不要追随所谓的光呢 光和意识是同一件事情 一切都是一个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都有联系 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你的兄弟和你的姐妹 这不是宗教 这是科学 正如前面说的 当你发现光的秘密时 你投射感知到的身体和宇宙 是你内心共鸣的东西 它们是一道光 也是宇宙全部光的一部分 宇宙是上帝 我们是宇宙上帝身体中的一个细胞 行星也是细胞 恒星也是细胞 星系也是细胞 我们同样是上帝细胞内的细胞 所有的细胞都在创造和新陈代谢 当我们创造自我生活时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拥有自己独特意识的细胞世界 一个宇宙也许看起来很小 其实不对 我们拥有几百亿个细胞 绝对是个大宇宙 忘记自己是被创造品吧 您也是上帝 每个人的灵魂都平等的闪耀着光芒 您和我一切 曾经有人认为 一个人如果被他人认为是一个灵魂的化身 除非这个人对他人拥有纯粹的真诚的同情 这将会很有趣和有诗意 同情听起来像是一个简单普通的词 不过您要获得他人这种评价并不总是容易的哦 先把您的自我放在一边 把自己提升到一种善解人意的程度 基本上可以把每一个人 无论是您周围的任何人都可以看作是孩子 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的婴儿 您需要一个开明的开头 正义并不是我是对的 它是错的 正义意味着爱同情和理解 和您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无关 虽然每个人会基于自身的经历 形成一套判断体系 每个人都是光中的一部分 基于对他人的同情和理解 也是对自身的理解和同情 一个找到内在光明的灵魂 行使以上的有意识的选择 才能形成正义的判断 正义的理解和正义的爱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意识流构成的 从星系到原子 从我们的身体到我们的意识 都是一个东西 意识流构成的 意识流等于以太 等于阿卡锡 当我们在找光的时候 别忘记我们自己就是光 当人与意识之光的频率不一样 需要拓宽频谱 以融合宇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